中文字幕提供 喝水不可以玩 吃榴槤喔 怎么砍的 我来吧 是什么砍的 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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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端起来了 你叫布啊 不会醒哦 不会的 少被干掉了 来 来 这么开了 哦 裂了 裂了 看到没有啊 就是这样子的 谁是专业的 开了吗 成功了是吧 我可以去榴槤店上班了 就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这么个意思 烙别碰到 要来个精锦吗 一二三 好累啊 可以的 就算成功了 这不能吃太多了 吃太多了 要飘的 太补了 快快吃榴莲 快吃榴莲 他们呢 为什么不吃 这个不能吃太多了 吃太多了 老可要晕的 不能全部开了 我吃了 没错 你吃完还要拿盒子端嘛 我就洗个手 我刚洗了 快点叫他们过来吃啊 一刻又吃完 干嘛 我说我也是 我也是 热 太补了对吧 已经超硬乎乎的 热气 好了好了 再走这边 走里面去 昨天不听说我感冒了吗 我有点 不舒服 都还能没睡醒 你知道吗 吃完榴莲之后 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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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上火了 因为我昨天 我跟程杨都晕了 可以可以 也没吃多少就是晕了 然后他说是太热 这是糖还是盐 放点盐 在榴莲壳里面 然后加点水 要加多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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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吗 加碗 你看 不要那么喝掉 没有化 没有化 没放正经 有多人在炸碗 然后就不会上火了 因为太热 知道吗 就是他们最古老的去火方法 没有了 直接这样喝了就可以了 嘴巴微咸 靠进去喝就可以了 我说嘛昨天吃了榴莲之后 嗓子也疼 头有原因 这要怎么喝 这嘴被拉坏了 还咸再加水 就这么一下有用吗 要不要泡一会呢 不用 可以的 这是从哪里传过来的 祖上传下来的 吃榴莲最好的去火 去火的最好方式 这是盐夹在里面口里面 够再加水 太咸的话就加水 有点咸 加水 很苦吗 不会的 太咸了吗 有味的味道 我觉得挺好喝的 太咸加水 来加水 加到它不咸 不咸 加满它 把它干掉 细掉就可以了 咸吗 蛮好喝的 有榴莲的味道 不是咸咸 那有榴莲的味道 你知道吗 太咸你就加水就对了 对啊 不要喝盐水 太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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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